位於松震機場跑道旁的防炮陣地 現在已經就緒 就是為了迎接晚上裴洛西的專機 但或許是因為現在天候不佳 炮衣還沒掀起 不能有任何閃失 以35快炮 20快炮為主的防炮陣地 確保機場跑道周邊安全 但專機落地之前 戰鬥單位神經也繃緊 戰機頻繁起降待命 像是新竹的幻象 嘉義的F-16以及台南的IDF 通通被拍下掛彈飛行 高規格警戒全因2號上午8點起 到4號中午12點 國防部公告進入強化戰備整備指導期間 加強對岸軍事行動監控 提前規劃應變方案 過去大多的過年或是選舉期間 才會碰上 這回為了迎接裴洛西罕見發布 通常來講的話會基於就是 中國大陸他一些軍事行動 如果說有這個就是提高他這個侵略風險的時候 可能就會加強戰備整備 空防壓力可見一般 像是9號上午就有共機直闖北部空域 而海上則是有基隆級驅逐艦與成功級巡方艦 在東北海域就定位而高雄左營更有成功艦 緊張艦出港待命 用台海危機形容或許比較嚴重 但料敵從寬 欲敵從嚴 原則不變 TVV也希望在最後報道 請支持TV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天下